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特别的开心 能请到你和我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人物故事 非常荣幸来到人物百家 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在网络上 很多的家长都热炒中国的传统版的语文课本 比如文章提到了在1932年版的开明国语课本 这本书受到了热捧 很多地方都断货 家长买不到 怎么 你想重新学习国文吗 不是我啊 我是想为孩子找一本优秀的国文课本 所以呢 就找到了这篇文章 你看呢 文章中说 在大陆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 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说这个内容有问题 向学生灌输了很多不好的内容 甚至对青少年是有毒害的 为什么人们对这两种不同教材的态度 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吗 是啊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所以呢 我就去查询这个开明国语课本 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信息 结果发现呢 这个课本是非常的优秀 当时呢 是由大教育家叶盛陶亲自撰写 由大画家风思楷做插图 共同用心编撰的 而且呢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呢 是他的插图风格非常的贴近儿童心理 在当时简直是风行全国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看风思楷的画儿长大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著名漫画大师风思楷的故事 你是说这些课本里面有漫画插图 像我们小时候看的小儿书一样是吗 是啊 很有意思吧 是 风思楷呢 一生以作品感化人心 不但学生们喜欢他的漫画 在当时上到达官贵人 下到贫民百姓 就连街头巷尾的黄包车夫 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真的啊 是啊 风思楷的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 他头上的光环可真是不少 比如说 现代画家 漫画家 美术教育家 音乐教育家 散文家 文学家 和翻译家 等等等等 哇 是一个能力非常非常全面的文艺大师 甚至呢 他被人们称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是吗 对啊 他的画呢 尤其是他的漫画 透露着一种非常的平和 淡薄 仁爱和悲悯的气质 哎 那你今天就讲讲风思楷好吧 这个 咱们还是从风思楷的身世说起吧 好的 1898年的11月9号 风思楷出生在浙江省石门县 石门湾 也就是今天浙江省的吴湘市 他原名叫风润 后来改名才叫风思楷 哦 风思楷的先祖 风仲岩 明朝末期的时候 就从宁伯府的秦县迁居来石门了 所以在当地开了一家染房 风思楷的父亲风黄 是清朝末期的一个举人 但是他没有去朝里做官 只是在家乡呢 开私塾教书 这样啊 对啊 风思楷的兄弟姐妹很多 他在家中呢 排行第七 他上面有六个姐姐 一个妹妹 还有两个弟弟 嗯 也是个大家庭 是啊 但是呢 两个弟弟啊 在很早就夭折了 所以他成了家里 唯一的一个男孩 亲人们都对他 非常宠爱有加 所以风思楷的童年 是在温馨的爱中度过来的 这么说来 他们家也是书家门第了啊 是的 风思楷从小就接受了 正统的儒家教育 在六七岁的时候呢 就显露出 非常高的这个艺术天分 尤其是绘画的艺术天分 那时候呢 风思楷跟随着父亲 学习千家诗 他当时啊 就被书本上的单色木管画 给吸引住了 就偷偷的用家里染房里的颜料 给书上的大宇耕填图着色 他们家的染料成了他画画的颜料了 是啊 有一次风思楷用这些颜料画画的时候呢 不小心一连把几张纸都给浸透了 结果被他的父亲发现之后 受到了严厉的责费 那他还继续画吗 他可没有就此停止过 只要父亲不在家 他就拿出书本来 继续给那些插图着色 画画呢 也就成为风思楷童年的一大乐趣 尤其是在十二岁左右 他到私塾去读书的时候 风思楷把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的 介子园人物画谱画了一个遍 哇 这么厉害 对啊 有一次私塾老师发现了风思楷的画 就发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天分 所以就请风思楷呢 为私塾画一幅放大的彩色孔子像 风思楷呢 在大姐风迎的帮助下 用方格放大法 临摹出孔子的图像 然后再着色 这幅画画完之后啊 就被挂在私塾的堂前 供学生们每天朝夕礼拜 自打那以后呢 风思楷小画家的名声 就在家乡传扬开来了 孔子的话应该是肖像吧 那他为什么后来改画漫画了呢 这个漫画和肖像画呢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你看呢 漫画呢 它有一个漫字 这个漫字呢 在文学作品当中呢 是一种漫笔漫谈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说在文学作品中 这个漫笔漫谈就是文学作品中的随笔小品 而漫画呢 则是这个绘画中的随笔和小品 通常呢 就是用这种夸张的手法 来反映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 生活当中的气息非常的浓郁 所以让人一眼就能了解到这个作者呢 他的用意和作者的寓意 所以说呢 这个漫画呀 往往呢 起到非常非常引人入胜 而且给人对他非常深刻印象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 这个风思楷啊 选用这个漫画的这种形式来 描述生活 来反映他对大前世界的一种认识 就会给读者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他是怎样开始画漫画的呢 我这样跟你说吧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 有一次呢 风子楷在学校里啊 看到校长给学生们训话 他当时啊 观察到这个校长高大的身材 和这个矮小的讲桌呢 根本都不成比例 所以觉得这种反差呢 是非常有趣 很有这种生活的这种情趣 于是呢 就按照这样的一个特点 把校长这个高大的身材和矮小的讲台 嗯 画了一幅画 虽然是随笔的这个画就的这幅画呢 同学们都非常喜欢 而且是争相传看 都觉得这幅画呢 画的很传神 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风子楷就对漫画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是啊 漫画可以记住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啊 是啊 风子楷在16岁的那一年考入了省城的第一学府 浙江第一师范 这是一所在全国都著名的学府 学校里充满了自由新潮的气息 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氛围 而且在这所学校里 有两位老师对风子楷的一生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 哪两位老师啊 其中一位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艺术家李淑彤先生 也就是后来的红衣法师 哦 李淑彤我知道 我们讲过他的故事 还有另外呢 就是著名的教育家夏缅尊先生 据说呀 风子楷当时在学校里管李淑彤叫爸爸 管夏缅尊叫妈妈 可见而知 这两位老师在风子楷心目当中的地位了 嗯 是是是 风子楷呢 那在有一篇文章我的老师李淑彤里这样写道 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 吟诗天词写字至今时演句 他对艺术差不多是全班皆能 而且每种都非常出色 专门的一种艺术家大都不及他 而且还要向他学习 嗯 而夏缅尊先生也经常说 李先生教图画音乐 学生们就对图画音乐 看得比国文和数学等更重要 这是因为他出众的才华和人格魅力的原因 虽然李先生教图画音乐 而他所懂得的不仅仅是图画和音乐 他的诗文比国文老师的更好 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 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 李淑彤可是一位有天赋的人呢 当然了 当时呢 李淑彤系统的教授 风子凯学习西方的绘画技巧和音乐 所以在他的指导下 风子凯的绘画技艺得到了飞速的进展 尤其是呢 在预科班二年级的时候 李淑彤教风子凯石膏像画 风子凯完全沉浸在其中 一方面坚持林母写声 而且还观摩西洋名画 一方面呢 用心去学习绘画理论 另外呢 李淑彤先生还教风子凯学习音乐 苦练钢琴 李淑彤深厚的艺术修养和严谨的态度呢 对风子凯的影响非常大 不过 风子凯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他毕业的前一年 也就是1918年 这位李淑彤先生 竟然在杭州胡跑寺剃度出家 皈依了佛门 这件事情在当时啊 对风子凯震动非常大 这也为他绘画艺术之路 结下了佛缘 再说夏缅尊先生 他是风子凯的国文老师 和李淑彤先生的关系也非常好 夏缅尊呢 可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物 除了音乐以外 他的诗文 绘画剑上 金石 书法 理学 佛典 还有外国文 科学等等等等 他都非常精通 哇 他们个个都是前能啊 对啊 在当时民国的时候 真的是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 夏缅尊先生呢 对学生的教导是非常严格的 他要求学生写作文 不准讲空话 要老实写 风子凯非常认同老师的要求 对写作呢 也非常的感兴趣 除了写作之外 夏缅尊还指导 风子凯大量的阅读课外读物 使得风子凯日后呢 在写作和翻译上 都能得心应手 可以说 夏缅尊和风子凯 既是师生关系 又是好朋友的关系 嗯 真正的良师义友 嗯 风子凯有一个好的家庭 幸福的生活 过得非常的顺利 其实呢 这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 刚刚才开始 后面呢 他还有一段更加美好的前程 是吗 说来听听 嗯 这个风子凯的家族呢 在当地是一个大户人家 也是一个望族了 由于风子凯出了拔萃的文笔和财气远近文明 他在不满16岁那一年呢 就被都学世家徐瑞孙先生慧眼相中 选择了未来的女婿 而且呢 在1919年 风子凯21岁那一年 他就风风光光的迎娶了 这位都学的千金徐立民 当时很多人都见证了这场热闹的婚礼 两个人婚后呢 也都非常的钟情满意 嗯 这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啊 是 还有就是在这一年呢 风子凯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了 毕业后呢 他和一些同学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 在学校里当绘画老师 在上海的一切都稳定以后呢 就把妻子接到上海一起来生活 居住在简易的学校的校舍里 虽然的生活比较清平吧 但是两个人呢 都能相近如宾 而且日子过得也非常美满 那后来呢 后来风子凯为了实现留学进修艺术的梦想 结婚两年后就开始筹划 东渡日本求学的事了 风子凯能不能实现他的留学梦想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请您继续关注 人物百家漫画大师 风子凯的故事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下期节目 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漫画大师 风子凯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意见 请您在我们的Facebook主页上留言 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听众朋友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